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 今天,我们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介绍任者,任劍辉女士的生平。 为什么任劍辉的气迷,都是女性,这是和他的女扮男装,而能演出风流潇洒有关。 超梭容是不嫁的,尼姑更不会对男子汉有什么表示。任劍辉,是个如假包换的女性,但却在舞台上,和男子汉一模一样,相信这是一个绝大的原因,但未必尽然,像好些女学生以他为偶像,这当然不是为了这个。 他旗下的一群人任劍辉正像一般大老观一样,跟着他吃饭的人可不少。 这些人,大都与任劍辉有着关系,因而任劍辉开班,便少不得他或他们。 却是,其中也有不少已成知名的艺人,他们倒不至于跟着任劍辉,才有饭吃。 这只是为了,他们不仅是任劍辉旗下的人物,有任劍辉份的班,便有他们的份,便抽象的说一句,跟着他吃饭罢了。 任劍辉的一个妹子,便是任冰仪,一个弟妇,是英丽妮,表弟是白云龙,情同姐妹一样的,是白雪仙。 他的女徒弟,是谭善红和文良玉,还有一个在粤语片狠红的陈宝珠,作为班政家,几乎又作为任劍辉接片经理,的那位任陪,他正是任劍辉的包弟。 其余的女衣裳婚衣,这是任劍辉一直也用他为衣裳的,他真可以说是,跟着任劍辉吃饭。 另外,还有一个名字叫南衣裳的,实际是,暗位追随保护的人,名叫大王广,还有当年在澳门的新星剧团的柜台,他们都是跟着任者吃饭的。 上面说过,这吃饭两个字,只是抽象来说,如果说真的,跟着任劍辉吃饭的,实在就有几十人之多。 原来,任劍辉是养了几十人吃饭的,他们是姨妈姑爹,亲亲戚戚,一向依傍任劍辉过活。 以一个女性,而旗下有者许多人,依靠他的有有者许多人,他经常养着几十人在家,许多男子看,也都自愧不如吧。 各位关于任者,任劍辉的生平,和他唱过的曲目,拍过的电影和故事,我们今集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讲述任者的生平。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,不要错过,同时,请大家记得,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Lam频道,以作为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。 同时,请记得按下订阅旁边个铃铃,那我们每次出片,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。 好,拜拜,我们下一条片见。